好,各位同學,接下來要開始進行我們 SQLite 的實戰演練的部分 我們要教大家如何透過 SQLite 的 database 來幫我們去 透過 Python 來跟 SQLite 的 database 做一些互動 首先呢,邀請各位同學先按下暫停鍵 然後去幫我搜尋 DB Browser for SQLite 它就會像是這樣子 我們搜尋了 DB Browser for SQLite 搜尋了之後呢,我們就點進去 點進去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SQLite 等一下就長得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底下這就是我們的 SQLite 的相關語法 那我們來 download 它,然後去看你的電腦是什麼樣子的版本 這樣子,然後我可以是一個 standard installer OK,那大概 17 年,應該是蠻快的 好,那我們下載好了之後就把它點開 然後按下同意,然後按下一步 OK,我們就是 DB Browser for SQLite 的一個就好 好,然後就一直按下一步 等它跑一下 OK 它跑的速度其實應該是蠻快的 那完成了之後它就會,它就安裝好了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桌面 OK 這就是我們的 SQLite 它就是一個中文版的 SQLite OK 好,那這裡已經確定安裝好了之後 我們再回來到我們的簡報 我們安裝好了之後就把我們的資料庫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接著呢,我們來討論一下資料庫是什麼概念 剛剛說資料庫裡面有資料表 OK,那每一個資料表裡面呢,又塞了一個一個資料 對,那我們每一個資料就好像是一個欄位 兩個欄位,三個欄位 就是一個欄位 然後第二個資料是第二個欄位 第三個資料是第三個欄位這樣 所以資料表裡面藏著資料 第二個資料表裡面也藏著資料 第三個資料表也藏著資料 那這些資料表統稱是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呢 它就可以成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資料表這樣 但你今天有沒有可能我一家公司或一間學校裡面有好幾個資料庫 這個東西是也有可能的喔 因為它可能每個人的權限不一樣 所以它沒有把所有的資料庫全限開給所有的人這樣 OK 好,那在每一個資料庫裡面呢 我們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 資料庫的新增、刪除、查詢以及修改 OK,那來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剛剛我們一開始是database 那進來的時候是PC house 就是假裝我們是一個24小時的一個購物商城 在這個購物商城裡面呢 我們有幾個資料表 有會員資料表 有訂單 就是order table 有activity 就是相關的一些活動 那在我們的memor裡面呢 我們有memor A、memor B 那我們的order裡面有order A、order B 就是我們可能有無數的訂單這樣 Activity是我們有一些特惠活動 然後Activity A、Activity B 這樣子 各式各樣的資料 那在每一個資料表跟每一個資料呢 我們都有不同的事情要操作 舉例來講好了 在資料表部分 我們可能會要新增一個資料表 刪除一個資料表 查詢一個資料表 修改一個資料表 這是我們會做的 在資料的部分呢 我們也一樣 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所以我們等於用 分別用同一招 同樣的四招 在資料表以及資料裡面進行操作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實作的內容 那這四個動作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CRUD 增、刪、查、改 新增、刪除、查詢、更改 新增、刪除、查詢、更改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OK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去我們的資料庫 去 我們到我們的Sequel Lite 去幫我先建一個資料庫 那先建一個資料庫 它會問你說 你要把這個資料庫存在哪裡 我建議各位同學 你可以先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檔案存在裡面 OK 然後你再開始去建立你的資料表 這資料表 我們就是可能有名稱啊 有欄位這樣子 OK 那資料表裡面 你又可以去新增資料 新建相關的資料 我們先一步一步的來喔 好 我們在一個資料庫裡面 我們要新增 我們在我們的Sequel Lite 剛剛打開你的Sequel Lite OK 然後幫我去新增你的一個資料庫 這資料庫 我們可能新增在桌面好了 我們在Sequel Lite的Practice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建議大家把你的資料庫的這個檔案 存在你寫程式的那個地方 OK 假設你今天是存在Users 那你的程式碼都在Users 那你就把你的程式碼存到 Users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OK 那我們來存一下就是Practice 我們只是一個演練 我們只是一個演練 存檔 OK 存檔完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建一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可能可以看一下 我們要存什麼 我們可以存一個Member OK 就是我們的會員的資料表 那在這個會員的資料表呢 我們要有一個一個的欄位 比方說第一個我們會 我們要有ID嘛 OK 那我們要有Name嘛 然後我們要有它的性別嘛 然後我們可能最好還有它的Phone嘛 OK 那還有什麼要存的 我們先這樣子好了 那我們存了 我們給定了它的四個欄位之後呢 我們要去看它的形態 它的類別 那類別有沒有很熟悉 就是我們需要去了解說 它今天是INT 還是是float 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其實在這裡面呢 它有分成INT 或者是text 我們主要就是選這兩個這樣子 那 ID的話 你如果全部都是紀錄數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是INT 這樣子 OK 那 現在呢 再來就是要勾後面這個東西 第一個是 NN就是nonymous 就是不能為空子 好 我們ID當然不能為空子 那Private Key就是我們的一個鍵子 這個鍵子是指說 喔 可能這個鍵子會跟別的資料庫相互連結 這樣子 就別的資料表相互連結 就比方說 我自己的ID可不可能跟別的地方是有連結的 有沒有可能我這裡是用這個會員的ID 然後去存在說有一個訂單的資料表裡面 因為我們訂單資料表裡面要看說 欸它買了幾樣 那我會去存這個會員的ID嗎 那對我來講是最方便 為什麼 因為我要看說今天有多少人下單 所以我會有一個訂單的資料表 在訂單的資料表裡面我可以看到說 每一筆訂單訂的哪些東西 我會有訂單編號 然後還有訂單訂的哪些東西 什麼時候成立的 誰訂的 那至於這個誰訂的呢 最好就是串聯到這個memor裡面的ID OK 那我就知道說我要去跟他charge OK 我要存到我要去找他的資料庫這樣 我要去找他的相關資料這樣 所以這個private key也必須把它勾起來 那這個AI它就是叫做自動的往上加的意思 就是指說 比方說你定義A001 那下一個它就會變成A002 再就會變成A003這樣子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要讓這個ID自動的增加 所以我就不夠了 那unique U就是unique 代表是唯一值 它是代表說我們只能不能有人的ID跟我一樣 這就是我們的要求 OK 很正常吧 我們任何一個ID 你的學校會跟別人的學校撞到嗎 應該不會 那如果真的撞到的話 我們就出大事了 OK 好 那接著呢我們要去存text 就是名字嘛 就是text沒問題 那性別的話 你可以存男女 那一個人會存1或2 1就代表男生 2就代表女生 之類的 一之類推 那phone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去存我們的電話號碼 OK 也大概是我們的int 或者是你用Number 應該也是OK的 我們先用int好了 好 那OK了之後我們就按OK 它就放進來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存的這個東西 Sqlite這個資料這樣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Practix.db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資料 這個Sqlite幫我們生成的一個檔案 等一下我們就透過我們的程式碼 去跟這個db做聯繫這樣子 OK 好 那這裡也OK了之後呢 我們去Browse Data 你看有剛剛我們的ID啊 Name啊 Sex跟FORM 好 好 那我們來存一下這個ID 我們可以叫做A00 我們可以存001 然後名字可能叫做 Jason 然後 Jason Young OK 這個都可以拖椅的 我們可以拉寬一點 然後性別我們可能叫做1 然後電話可能叫做09881234123 OK 那我們就存了一個資料 進去 那你如果要乘第二個呢 那你如果要乘第二個呢 我們就再按一個 我們再按一個 我們可以說 001 002 然後 然後 Arry 然後 0911 123 4567 OK 這又存一筆資料 欸我們剛剛那樣子可能沒有存到 剛剛D欄應該是不能寫的 我們應該要先按這個 OK 先這筆資料 對 剛剛這個應該是沒有存到 先把它刪掉一下 好 我們再存一次資料 我剛剛點這裡兩項 我可以去存一個 我可以去存一個 比如說 Harry 然後性別可以給他是1 然後電話可能是0911123456 OK 好 那這裡可以是Amy 然後2 0922123456 OK 現在我們就有兩筆資料 然後ID分別是2跟3 這樣 OK 我們也可以 我們先讓他是2跟3 就好 好 存好了之後 我會建議各位同學 可以按一下儲存 用Ctrl S 所以以防萬一 因為它這個是檔案 所以你每次做完一個操作 我都建議你按Ctrl S 代表我們儲存檔案的意思 就是我們按Safe Project 現在就是Safe All好了 OK 那就可以把我們剛剛所做的相關的動作 都把它存下來這樣 都幫我們重新的更新在我們的SQL Life Practice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OK 好 我們現在已經創了資料庫 創了資料表 創了資料 那現在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按下暫停鍵 去完成這三個動作 OK 好 那你如果完成這三個動作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這一概念 SQL Lite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強大 以SQL為基礎的一個資料庫的軟體 那SQL它是一個我們最強大的資料庫語言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甚至可以去修一個資料庫的課程 它整學期都在講資料庫 對 所以我們這一堂課只是引大家入門 了解說 哦 原來有這件事情 對 那至於你要把它學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看各位同學 OK 那 因為資料庫 它真的很有得玩 因為你可以想像 當你資料越來越大量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讓這個資料的查詢更有效率 然後怎麼樣讓這個資料更安全 然後怎麼樣讓這個資料跟資料之間 可以更通透更相連 這些東西都取決於你的資料庫能力 所以你資料庫如果找得好的人 其實也是一個蠻吃香的一個出路 OK 那資料庫它的概念主要就是 資料庫資料表以及查詢指令 這個東西 然後幫我們去構成的觀念性資料庫 所以剛剛的資料庫資料表 你的架構要清楚 你開始要去想 哇今天我如果要做一個訂房系統 我會有哪些資料表 我每一個資料表裡面會會塞哪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表跟資料表的欄位之間 它有什麼樣的觀點 你開始會去想這些事情 那這些東西想完了之後 架構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想說 我今天要用什麼指令 剛剛講的增刪查改 我分別要 增 我要怎麼樣增 我要怎麼樣刪 我要怎麼查詢 我要怎麼修改 這些東西你都必須一個一個的想清楚 OK 我們才有辦法去完成 那因為 Sequel的查詢的功能很強大 然後它的語法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它是我們現在資料庫的標準語言 大家都要透過Sequel來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現在要帶大家進入資料庫的正式操作 在資料庫的正式操作裡面 我們要從第一個 Sequel Lite 3的Connect去連接到資料庫 然後去再建立一個Cursor 有Cursor之後呢 我才能去執行我的CRUD的操作 這個Cursor它是有點是建立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指說 我再來下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它一定要去建立這個Cursor的物件 建立了這個物件之後呢 我們才能去執行CRUD的相關操作 執行完了 不必把它Close起來 欸 這個有沒有很像我們之前在操作File的概念 我們之前在操作File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子做的 那現在呢 要請大家去開啟你的命令提示資源 OK 我們要新增一個套件進來 那我們來開一個 要怎麼開命令提示資源 你可以到你的搜尋裡面 幫我打CMD 你可以看到命令提示資源 那你如果是MAC的人 你應該是要搜尋Terminal OK 你的Terminal應該可以幫你安裝 命令提示資源打開 要打什麼字 PIP install PY SQL Lite 3 我們來打 PIP install PY SQL Lite 3 打完了之後 打完了之後 他寫說什麼 could not find a version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K 他寫說 我們的 Python的版本太久了 所以他告訴我要怎麼做 他寫說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OK 我們就聽他的 install upgrade PIP OK 他就幫我再更新我的PIP版本 應該很多同學 你們會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不要緊張 你就去看他這裡 他告訴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OK 然後他就會幫我去安裝這些東西 這樣 然後我們就稍微等他一下 看他 這裡就是幫我去收集PIP 然後幫我正在下載 下載了兩面 下載完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 幫我看 卸載目前這新的版 舊的版本 舊的版本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已經成功的卸載舊的版本 他好像說我的權限是不足的 OK OK 我目前應該又已經新增完了 他寫說 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再按一次看看 應該已經幫我更新完了 看一下 查目前的版本 對 他跟我說目前已經是22.04了 22.04 所以應該是OK的 那我們就再進行一次 TIP install py sqlite 我剛剛好像打錯字 TIP install py sqlite 所以我這裡要打一個 TIP install py sqlite sqlite TE OK 要確定你的字打對 打對了 打對了之後 我們才按 Enter 好 有看到成功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他就寫說 我幫我下載 下載完 告訴我說 我已經 完成了 successfully install py sqlite 3 這樣就沒問題了 OK 這樣沒問題就代表 我們已經把這個東西安裝完 我們已經開始可以使用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新增修改刪除 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套 一個我們的程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去 Import SQLite 3 好 我們來到我們的程式碼這裡 第一個 對 Import SQLite 3 OK 這個 SQLite 3 就是我們剛剛在我們的 命令提示資源裡面我們新增的 那新增完了之後呢 它叫我們去 要建立一個 CONN 這個CONN 就是Connection 這個Connection 它透過 SQLite裡面的Connect 幫我去連接到我的資料庫 好 所以我們來做這個 CONN 等於 SQLite 3 點Connect 然後 連到什麼呢 連到你的資料 我們現在是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要連到 Practice.db OK 那你的不一定是db 你要確定你的是db 因為可能有些同學你們沒有 他確定你們的部檔名是什麼 因為我怕你們的資料庫可能存成其他的格式 就是這樣 可以看一下 顯示部檔名 這裡 有些人會隱藏已知類型的部檔名 這個我建議你要取消GoGo 那我們才看得到你是 部檔名是什麼 Py檔跟db檔 那我們現在就是連這個db檔 OK 那這裡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已經建立連線了 連完之後他要建立一個cursor 這個cursor呢 是在這個connection底下的cursor OK 所以你就cursor等於con.cursor OK 這個東西都是 這個connect啊 這個cursor啊 都是SQLite 3 SQLite 3裡面的一個函式這樣子 那我們只是使用它的這個函式 那接著呢 我們要去創造我們的SQL語法 這個SQL語法呢 可能就是我們的查詢的一個關鍵這樣子 我們新增資料的一個關鍵這樣子 我們就打結算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然後你的值這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指說Memore的資料夾 然後幫我分別存入這兩個資料進去 OK 所以我們回來到我們的程式嘛 SQL SQL str等於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然後就開始成這個資料 你看是不是 insert 我們一樣都小型好了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資料夾 我們是四個欄位 好 所以我們要存入四個欄位的資料 第一個 我們存 好 ID是4 然後我們的name我們可以叫做 它叫做什麼 Manson OK 然後 再來是sex的部分是男生 好 然後電話號碼是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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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SQL的指令這樣 存入四個資料 每一個資料都用單引號相隔 單引號與單引號之間都是逗號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SQL 那這裡也沒問題之後呢 它的下一步是什麼 Cursor.execute 它叫這個Cursor幫我去執行 轉移到這個execute 就幫我去執行 Cursor.execute 然後SQL str 它就會幫我去執行這件事情 執行完了之後呢 要幫我commit 就是說 幫我送出這個申請這樣子 C 剛剛是執行 然後現在是commit 幫我執行這個申請 完了之後 CumN點close OK 所以我們現在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連結資料庫 連結完之後建立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呢 會幫助我執行後面的SQL的指令 OK 執行完了之後呢 要去送出我的這個申請 送完申請之後 幫我把這個資料庫關閉 免得我們的資源被耗費掉 OK 好 那我們目前的資料庫長這樣 然後我們去執行這個程式碼 pyx.py OK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現在是沒有變的 資料庫目前沒有變 我們按一個CtrlR 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看到它幫我把資料 存進來 OK 這就是我們要的 但是你現在有發現 我們剛剛存09 這個0都被弄掉了 因為可能我們存的是int 它覺得是一個整數 所以它就是0 那個0沒有意義 第一個0沒有意義 所以建議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去修改一下 怎麼修改 Multified table 然後把form呢 改成 Number形態的 OK 數字形態的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 這裡如果加入0 它就可以幫我存0了 OK 剛剛是int形態的 它不能存0 因為它認為是一個整數 那整數最前面的0 它會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現在再存一次資料看看 5 然後 女生 2 然後它的電話號碼可能是一樣的 我們再自行一次 後來這裡 看到沒有不用擔心 你按一個Ctrl R 就是重新整理 OK 好 它說我們目前的 資料庫是鎖定的 這種情形 因為 這個東西它非常清亮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錯誤產生 那不用緊張 你先把這個關掉 對 好 那我們再執行一次 好來看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資料庫 曾經打開 打開資料庫桌面的 C-prolight practice 然後我們去browse data OK 你可以看到這筆資料被存進去 這就是我們要它做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我剛剛不是已經改過我的 data structure 可以確認嗎 怎麼還是零 可以再存一次看看 就先這樣 這個我到時候再確認一下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好 那這是我們的新增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然後就一個一個的值這樣子 就可以幫我們把資料存進去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修改 修改 修改怎麼弄 修改其實它的關鍵就是說 我們要去更新資料表裡面的 現有資料的 某一筆 某一個欄位的資料 什麼意思 你看 它是去 object memor這個資料表裡面 然後去修改 id是6個人的名字為sindy 它做法是這樣 所以upjectMemor setName sindy sindy ster recon mukput cía sindy ata ok 你可以看到 sindy md 单引号 然后 where id 等于 2 OK 这样 这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一样 set name 我们是 set name 不是 names 然后 where id 等于 2 就跟他这个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name OK 这里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来执行试看看 他没有错误就是没有讲这是最好的 就是代表成功了 他又说锁住了 我先关掉一下 再仔细一次 那这样子就代表应该是成功了 我们打开我们的seeker light 桌面里面的seeker light ok 他把第一个人的名字改成md 这代表我们已经成功了 这就是修改 所以修改 你一定要针对一个唯一值去做查询 我们要知道 id 是唯一值 然后 id 是二个人的名字改为md 就是这个sql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只要改sql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删除 删除很简单 我们还是去找到一个值 就是说我 id 等于 6 的帮我删掉它 通常我们也是删这种唯一值的 我们并不会说什么 哦 id 大于多少我通通删除 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 有可能的是 你未来有可能是 哦我的订单资料 我去判断日期如果 在 2022 年 4 月 18 之前的 通通删掉 这个有可能 对它就是什么 where date 然后小于 那个 2022 204 18 之类的 这样就可能可以删除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一个 sql sdr 等于 release release from member 我们的资料表 fair id 等于 我们删ID 删掉 id 等于 5 id 等于 5 的这一笔 好 它这个好像 等一下 不小心把它 注解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重整 id 等于 5 的那一笔被删掉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删除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新增修改删除 这三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完成 OK 你们来试试看新增修改删除 好 那 那 刚刚明明就是说 cr ud 我们现在只做了新增 增三除改 我们增有做了 山有做了 改也有做了 增三查改 那查还没做 就是查询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查询怎么做 查询呢 查询呢 其实跟刚刚前面的也都大致上大同效益 差异 就是在于 它的 查询是 它的查询的sql的指定是这样 select from memory 对 它可以全部查到这样 我们来 打一下 指定 我们可以把这个select from memory 去记录下来 sql str等于 select 行星 from memory OK 它就会帮我去执行 OK cursle.exeqs 然后去帮我执行这串的指令 指令 执行完了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概念是 cursle.exeqs fetch all fetch all 是指说我把所有的结果去存下来 因为我们刚刚都只是把东西进行操作 但是我们现在要真的从资料库里面 捞出资料回来 所以我们必须多一个cursle.fetch all 就是把我把所有的东西抓回来 然后 抓回来之后存到members里面 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OK 所以我们就会members等于 cursle.fetch all OK 完了之后 帮我print members 这样 它就可以帮我把所有的字 所有 我打错了 fetch all 它就会帮我把 刚刚members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 存进members的变数 那再帮我print出来这样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他做的 好 你可以看到他帮我们找到的这些 第一笔叫做2nd 然后第三笔叫做3A米跟4Mensen 就是三笔资料 那这就是我们要他做的 那甚至我可以跟他说 哦 不只要找这个 我要找这个ID大于3的 where id大于3 再来执行一次 OK 他就帮我们找到 哦 Mensen这笔是ID大于3的 他可能是比较新进的一个 新进的一个会员这样 这就是查询 select 新字号 from 资料表 where 然后什么东西 这是比较具体的做法 那一个比较具体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资料表 所有的资料 吐出来 OK 好 那这里也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就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做的一个动作叫做 把所有的资料去抓出来 但是抓出来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不可以用 回一圈的方式 再一笔一笔的叫出来 有没有很熟悉 我们过去是不是说 有一个大变数 一个一个小变数 现在把facial 通通的东西存到members 这就是一个大变数 在这个大变数的串列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小变数 然后去把它一个一个叫出来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来执行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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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透过回圈的方式 帮我把一笔一笔的资料 叫出来的方法 对 而不单单只是 存到大变数 通通叫出来这样子 对 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OK 好 那现在呢 请各位同学 你们尝试着去建立至少三个栏位 五笔资料的资料表 对 你可以去任意的去想象说 我们要去建立什么样子的资料 这样子 对 你今天可以是 帮我去建立一个 你们今天可以帮我建立 你比如说 你今天想要卖衣服 那你就帮我建立一个卖衣服 你觉得你会用到的资料表 你今天想要去做一个线上课程的平台 那你就帮我做一个线上课程的平台 那你今天再帮我去做一个 做一个卖衣服的 那你就卖衣服 所以需要用到的资料表 你们试着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资料表 OK 那建立完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表的规定呢 就是至少三个栏位 跟五笔资料 对 然后到时候呢 帮我上传到我们的 到时候帮我把这个资料表进行截图 对 你要把这个资料表的画面截图下来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Rubio 上传到Rubio 我Rubio会开一个 作业assignment缴交区 你们要帮你们的资料表 to给我这样子 OK 好 这是第一个assignment 所以我们就是assignment 1 请试着建立一个 至少三个栏位 无笔资料的资料表这样 那建立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玩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用cursor execute 然后去找栏位相同的东西 对 我们刚刚做的事情都是 就是 我们刚刚的查询都是比较简单的查询 就是 资料比较少的经营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难一点的 比方说 好 好 我们的data structure里面 我去modify一下 我帮我去新增 我们去新增一个age 对 我们要多一点的资料 OK 那我们现在多了一个age 比方说这里是18岁 然后这里是20岁 然后这里是20岁 然后这里是17岁 然后这里是17岁 然后我们再去新增 John John 然后1 然后可能22 这样 然后再去新增一笔可能叫做 比如说 pina 然后2 然后再一笔电话 好 好 这里要储存 然后年纪 好 那我们现在有2比18的 对 我们现在就要去查找年纪等于18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 where age等于18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他就帮我找到2比年纪是18的 我先把它删除一下 太乱了 帮我找到2比年纪是18的 这就是我们的找群栏位相同值 对 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找群栏位的这个功能 对 他就是帮我们更聚焦在一个部分上 那再来第二个东西就是 根据栏位进行排序 这东西我们其实也很常去使用到 对各位同学呢 你们可以去搜寻 搜寻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by 然后你的栏位名称 DESC 或者是ASC 一个是由大至小 叫DESC 由小至大叫做ASC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可以把刚刚 规定在这个age等于是把这个东西拉掉 然后我们可以说 older by age DESC 好 你看他就依照年纪由大到小排列 那在ASC呢 那在ASC呢 他就会帮我依照年纪由小到大排列 这就是我们要他做的 OK 那 你们也要试着去执行一下这个 找寻栏位相同值以及栏位的排序 那这个东西都完了之后呢 他甚至有一个东西是 我们可以排列完之后 帮我找出前两笔资料 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 找 这个资料库的两笔资料 我们就用limit2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他怎么做 比方说我现在知道 ASC是由小至大 OK 所以我现在要命令 我的程式设计师帮我说 帮我去找一下你们部门里面 年纪最小的两个人 所以他叫做by age ASC 因为是由小至大 limit2 他就可以由小到大排列 然后找出最前面的两个 来看一下 我们最年轻的两个叫做Manson跟Andy 那我要找出最老的两个 最老的三个好了 好 我们再去跑一次 他就找出哇 John、Amy跟Andy 是我们最老的三个 OK 这就是 limit 加入limit的用处 所以在我们资料库里面 我们会很常用到这些东西 帮助我们更精准去找到这些东西 那再下一个就是select from Cortis fear title live introductions 它是帮我找到相似栏位置的 就是帮我找到关键字 这样子 这个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了 我们再存一个资料库 我们再改一下我们的资料表 我们多一个地址好了 address 然后taps 然后taps 促成 那我们这里比如说叫做台北市文山区 伊隆 罗斯福路五段 100号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叫做台102号 然后 新北市 永和区 中山路2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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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可能叫做中和区 好 我们现在存了这几笔资料 那我希望帮我找到这个 比如说 住在文山区的人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where address life 文山区 percent 我们来找找看 where address life percent 文山区 OK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 看下 address 看下 台北市文山区 找到 可以 可能是没有空格吗 可能是没有空格的关系 我刚刚like跟这个单引号中间要一个空格 才有办法查询 所以 我们如果是要单找文山区的话就是前面percent后面percent 因为我们的栏位叫做台北市文山区 所以我前面如果没有percent的话他就会找出说开头是文山区的 OK 所以开头是文山区的他就找不到 但是如果我说我中间只要有夹杂文山区所以我前面有percent后面有percent 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找到其他的资料 这样 OK 这就是我们的查找关键字 那找完关键字呢 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些公用这样 OK 我们这些东西就可以执行 那很多同学他会觉得说我们每次都要connect curso execute commit close 有点麻烦 对 那 现在呢 他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去写进资料库 我们把这个东西写进这个资料库的函视 帮我去执行它这样子 所以我就可以去怎么做 我可以把ID跟title跟content 还有semester通通的资料传进来 我未来只要把资料丢进来 我就可以一个一个传进来这样子 所以我只要add one 然后给他ID 给他title 给他content 给他semester 我就不需要去执行这么多 假设我今天要存五个人资料 我不需要打这个东西打五遍 我只需要打add one 然后五笔资料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程式语的世界里面 我们很常会把一些重复的事情 用来叫函视来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 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 我每次都要重复做很麻烦的话 我就写资料库的函视 透过资料库的函视来帮我执行这些事情 OK 那像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东西是帮我新增资料进来 一个东西是帮我查询这个资料的所有东西进来 这样子 当然你可以把它做变化 你可不可以说我再加入一个变数 然后我来知道说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说它是由大到小排列 还是由小到大排列 那是依照哪个栏位进行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这样 所以我可以用两个 一个东西是栏位 一个东西是由大到小 还是由小到大 所以我可能传了两个资料 一个是说 我传 第一个传ID 第二个传DSC 他就是说order by ID DSC 所以我们就很明确 他就可以帮我找尋栏位 然后由大到小排列 或由小到大 OK 这就是我们要透过韩式来帮我们 节省更多时间的一个作用 那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就是我们 必须import 我们在另外一支程式 对 这是 一支程式 这个程式叫做add function 那我另外一支程式叫做function test 那function test 我去import import什么 add function的这个 这个程式嘛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你要放在同一层的资料夹 对 他才有办法去呼叫到这一支韩式 这支程式 这支程式里面的add one韩式 跟这支程式里面的show all韩式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到更多的事情这样 帮我们去节省掉很多很多的步骤这样子 OK 好 那现在呢 请各位同学进行我们的第二个assignment 请试着去写一个修改的韩式 我们刚刚已经展示了什么叫做新增的韩式 那现在也请大家去写一个修改的韩式 修改的韩式 修改的韩式 修改的韩式你要给他什么 你可能要给他说 你要给他说 你要依据哪一个东西做修改 我们可不可以倒入说 谁的ID等于2 或者是 所以你要给他ID 你要给他2 对不对 比方说好了 我要去修改一个东西 他的姓名 对 那你要去告诉我说 你要修改谁的姓名 好 所以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你要问使用者做什么 你要改哪一笔资料 这是第一个 那哪一笔资料 你要改哪一笔资料 请给我你的ID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取得ID 第二个 你要把他的名字改为哪一个 所以使用者再会输入他的姓名 对 所以我们有了ID跟有了name 我就可以传入我的韩式 那在这个韩式里面 他就可以帮我去做修改 我们就可以 where ID 等于 刚刚传进来的那个变数 然后我们可以去set 他的 那个name 等于他刚刚传进来的那个name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韩式了 对 所以同学要去 试着做我们的第二个assignment ok 第二个assignment 也是一样 上传到我们的Duvio ok 那上传的时间都是到下一次上课 截止 就是下一次上课之前截止 下一次上课应该就是我们的4月27 4月27之前你要上传 所以应该是我的时间会设定在4月26的11点59分 对 你4月27就不能再上传 好 那接着呢 就是 使用韩式来新增多笔的资料 对 你们就可以去试试看 对 他就是另外一个add function 然后我们可以把很多笔的资料这样子存进来 对 然后我们可以新增一个add once 然后来帮我把所有的资料存进去 对 他一样可以去 用类似的方法来去做执行 你们也可以试着尝试看看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对 所以今天课程结束之后 你们要去练习的有哪些 第一个 复习我们第一段课程 观点是资料库的概念 复习完了之后 帮我去执行我们的SQLite 你要知道怎么样开启一个SQLite 怎么样透过SQLite的这个图形界面 帮我去新增一个资料库 然后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新增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去新增资料 那在每一次操作使用图形界面的时候 都必须帮我储存Ctrl S 再帮我Ctrl R重新整理 完成了之后 帮我去练习我们的几个SQL的函式 不外乎就是我们的增删查感 那新增 修改 然后还要删除 那查询的部分呢 我们有交是Select 新字号frommemor 或者是from哪一个资料表 OK 那这些东西都做完了之后 再来去看 怎么去找到特殊的资料 就是栏位相同值 或者是栏位大于某一个数字 栏位小于某一个数字 然后甚至去根据栏位做一些排序 然后限制我们要查找的资料数量 我们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资料倒进来 我们可以透过Limit 来去锁定特定的资料 然后查找特定的关键字 对我们可以加入Lite 来去查找特定的关键字 OK 那最后呢 再去透过韩式 过去所学的韩式 跟我们的资料库做结合 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所有的课程 那今天总共有两个assignment 同学必须 务必要准时交交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周见 拜拜